近日看到最大的問題是成交偏弱 但在淡市當中 上星期五看到半導體股炮出 市場憧憬 內地地緣政治局勢 大家都很關注 在這個背景之下 大家會憧憬內地會加快國產晶片的發展 中芯上星期連升了三天 星期五大升7% 和華控半導體1347 都是連升三天 星期五升勢更加急 升了一乘四 其實見到A股幾隻半導體股都是大升 例如國芯科技或龍芯中科 例如拜登 今個星期二會簽署晶片和科學法案 當中禁止 接受美國聯邦資金的企業 在十年內升級他們先進半導體的產能 你覺得這個板塊升完美 可否追入 以及如果真的追入 應該怎樣選擇股 應該追一些龍頭 還是一些落後股 首先在港版上也沒有太多選擇 你來來去都是以中芯和半導體為主 如果你說上海復旦那些 我就未必太多建議 或者我自己也未必將焦點放在入面太多 但是先留意 我覺得在目前的視況水平來說 或者過去幾個月我們都是這樣說的 所有投資者分清楚自己是短炒還是中長線 如果你說半導體這個板塊上 在中長線部署上 不是不行的 論估值水平來說他們合理 其實老實說他們真的是合理的 你不排除的確有些基金上有興趣 在這個水平上開始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但是你做中長線部署 你就要預算短線來說 特別說近三個交易日 就是上星期三開始炒上來 完全沒有停過 短線有些獲利調整 或者有些深一點的調整是不足的 你就要做中長線部署 預算坐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坐到什麼時候 坐到國產化成功 開始不用依賴美國 不用依賴ASML上面的設備商 這個過程一定很漫長的 用三五七年去計算 你也可以的 如果你在資產分佈上面 你的本夠大 你將部分的資金放在半導體上面 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順下國策感 我不會說完全反對 但是如果你看到很短線 譬如簡單一點的角度 很多人就會說 這陣子正在炒 追不追得 這些時間買 我覺得短線是以炒為主 第一方面市房門 資金沒有出路 突然間有些話題 形成一些炒作主題的時候 這段市房是會炒得很厲害的 因為資金真的沒有出路 完全不知道買什麼 那半導體炒的時候 那就跟著了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短線炒風的角度去看 問題就是我們到今天去討論的時候 很多板塊上面 說累積三個加日的升幅 說已經是二十幾個百分之 所以這個水平買完之後 突然回到十個百分之左右 是很理所妨言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用一個炒的角度上 這些位置去追 那你自己計算數 定好止洩位 哪個位置你覺得你應該理性投降 那就走了 如果你看圖表角度上面 風險不小 譬如我們看龍頭兩隻 華雄半導體 是的 星期五整支大人珠突破了上力 但是如果接下來他要保持著升勢 大前提就要繼續站在五十天線樓上 而五十天線現在在二十六個半這些水平 意味著什麼 無端端輸一成左右 是很理所當然的 真的穿二十六個半才是息子 所以你如果用一個炒的角度上去看 這些位置才追 遲了一些 還有直播率不是太吸引 但是你以上升的特別視乎 現在缺乏焦點的一種光客 這些位置再追 的確有機會看三十元這些水平 所以我覺得如果炒的話 不會特別抵薄 我們不會很強烈推薦這個位置 最初會問為何會今天才想去追 所以我覺得半導體的版法上的確是挺好炒的 但如果你真的打算做一些中長線 你又沒有貨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這些位置分駐吸納 起碼落低一點 落之前那些低位的時候 你還有空間去購貨 而記住就是說你做得長線就是三五七年 好問為什麼輸不到 因為說這個半導體版塊 其實論基本因素上面 始終主大一個問題 都是說他們還有很多設備 都是依賴歐美的相關的供應商上面 而國產化不是一時三刻 內地說一句就立即能夠順利做到 所以這個過程一定是漫長的 但是如果從估值角度上面我認同 就始終在說 在這個水平上面 你看中心的都是十多倍PE左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也都相信國產化最終能夠成功的話 今天買回中心的黃半導體 看他為什麼十多倍PE左右 可以搏搏搏搏